今天方程老師要來講解的是單旋的第二題 第二題說在地面上某一個定點測得數公里外 它的高塔 它的塔尖 最上面那個點 它的仰角是希臘外 再繼續朝高塔方向 沿直線前進100公尺 之後重新再測量這個塔尖 它的仰角是希臘2 再繼續往前再走100公尺 測的仰角是希臘3 那麼問你說下列哪些依序 哪些數值依序是等差數列 有這個希臘123 sin 希臘123 cos 等級 還有等級 那這個題目要怎麼樣來做呢 那我們先把這個圖形大約畫一下 就是說它有一個高塔 那在某一個地方看它是希臘2 前進100公尺再看它是希臘2 在前進100公尺再看它是希臘3 好 那這個圖形我們先把它畫出來 那圖形畫出來就是 長這個樣子 好 還是長這個樣子 好 我們馬上寫一下 好 我們馬上寫一下 就是說這個一開始 它是希臘1 那這個塔尖不知道多少 那這個不知道幾公尺 好 那前進100公尺以後 再測的是希臘2 再前進100公尺就是希臘3 好 那數下這一段呢 我不知道多少 好 假設一個C這樣 好 那你會發現到 那它要問的是等差數列 那你發現到這裡是100 這裡是100 兩個是相等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把這一段 去減掉這一段 那它就是100 這一段 減掉這一段 那它也是100 那這減下來數值是會相等的 好 那我們就要利用這個 因為它如果這兩個相減 那分母都給它取一樣 然後這個當作分子的話 那它就可以變成 相減之後都會相等 好 意思就是說 這個要當作分子 這些都要當作分子 然後要固定的分母 固定分母的話 這裡有好幾個 直角三角形 三個 那這三個的直角三角形 斜邊都不一樣 所以不適合當分母 要一樣 這個零邊也都不一樣 所以 它的對邊 三個對邊都是h 所以這個h來當分母子 最好 所以這個是對邊 對邊分子 當然要用說這個去減 所以這個是零邊 這零邊來當分子 好 所以這個當然對邊分子 零邊就是content 0邊分子對邊是content 0邊分子對邊是content 那這個是剛好是相反 所以是content 好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說 content c大1會等多 這個分子這個 就是2塊加x分子 那抱歉 這個分子這個 h分子2塊加0x 這個0邊分子 對邊分子0邊 好 那 這個content c大2呢 好 也是h分子 那c大2在這裡 是100加x 好 那 c大3呢 就是這個分子這個h分子x 那你發現 它跟它相解 指數當然是h分子1,5 所以它就變成h分子100就是共差 所以這三項就會成等差 所以我們答案就要選1 選1 那其他的這三個角沒有成等差 大家看不出來 3的話 3的話 它是這個分子這個 那h分子的固定 可是這三個 這個不一樣 而且你不知道 那沒有等差 那cos的話 就是這個分子這個 那tang是 這個都有用到斜邊不一樣 tang的話 剛好這個相反 那這個相反的話 相減它就還要通分 那就沒有剛好一樣 所以要一樣就是分母固定 然後分子就是這些相減 那相減分子就是一半 那固定的分母 這樣就變成等差 好,這樣同學有沒有問題 單選敵有